日前共軍平民在台灣周邊 軍演對台灣造成不小的威脅 也讓台海的局勢升溫亮起了紅色警戒 不過呢 叫共軍的軍演 讓台海局勢升溫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年底的就合一選舉呢 現在就連學者都說了 很難了解這到底是對誰比較有利 因為誰都說不準 我們當然來看到的是 中共的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尤其台美都猜不透到底底線在哪裡 你說他不會打 真的不會打嗎 也不一定 但你說他要打 似乎又看不出這樣的跡象 所以很難判斷對藍綠白哪一方比較有利 不見得就是大家認知的 如果開戰的話 對民進黨就會比較有利 而學者就講到了 台海危機是否助攻民進黨變數太多 而且效果真的很難說 共軍的飛彈都已經打到家門口了 看不出對政局的影響值得關注 而且呢 統獨呢 現在民眾黨人認為 在台灣的大選有一定的影響力 距離選舉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那麼接下來後續的問題要如何發售 其實都很難說 所以現在他們也看不出來 這樣子的軍演到底是對國民黨有利 還是對民眾黨有利 甚至是民進黨有利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到明天 creep 吧 就是 開啟小鈴鐺 啟大的鼓撇